請問你們知道 停紅燈的時候 能不能使用手機嗎 我知道 這只能 這位同學的觀念非常正確 如果在停等紅燈 汽車在使用手機的方面 會罰3000元 機車的部分會罰1000元 大家在騎車或是在開車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一直使用手機 要好好的看著前面的路況 沒錯 騎車開車停等紅燈 都不能用手機 那麼騎機車在沒有標誌 或標線的地方 速限又是多少呢 我要來抽考你們一個問題 你們在騎車的時候 如果在沒有速限標誌 或是標線的地方 時速是不能超過幾公里呢 40公里 確定 確定 下好離手 確定 確定 來 請公布 好 公布答案囉 如果講你們騎車在 無標誌或速限的地方 速限最高是50公里 新竹縣今年光是上半年 取締交通違規件數 就多達了17.6萬件 讓民眾更了解道路安全的知識 縣服請來拉拉隊正媒隊員 群群和交通隊組長 一起到校園抽考大學生 宣導包括電動自行車 不能雙載 騎機車載運貨物 不能超過 駕駛的肩膀 內輪差避開大車等 走在路上 騎在路上都不能輕忽 我們這次警察局的交通隊 這些小組長非常用心 也帶了我們群群小姐 一起上YouTube 這個項目不只在YouTube上面看得到 也在縣政府官網的影音 這個平台裡面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我們會非常期待 交通的部分是從認識 這個交通的安全開始 落實在生活中 五分鐘的宣導短片 讓大家吸收到滿滿的腳案知識 融入民眾生活當中 也在質感生活技活動上 用闖關遊戲 包括打高爾夫 學會路口慢看停 玩拼方塊知道慢停讓 九宮格丟球學習交通安全 大小朋友都獲益兩奪 在馬路上遇到救護車的時候 一定要先讓救護車過 特別是高中生騎車的部分 所以我們今年的這個 道安的宣導的重點 會在這個高中 這一個年齡層 年輕的朋友這部分 讓他知道說我們騎車 應該注意安全的部分是怎麼樣 然後最主要是他要學會尊重 然後在這過程裡面 他會用一個最安全的方式來學習 讓他這個在年輕的生命中呢 能夠從安全開始 也從安全可以長長久久 這是一個重點 罰錢事小 正存一看得不償失 尤其騎車開車年齡層下降 今年道安宣導重點 將擺在高中生騎車 加強路權觀念 傳達遵守交通規則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縣府透過短片看活動 奪防宣導 要讓大家都心得安全 新主席們葉萬輝採訪報導 當然